大家好,鸭掌木应该怎么养呢? 其实鸭掌木的养护非常的简单,粗放,只需要牢记三个要点就可以了 第一点就是养护环境要适宜 鸭掌木的养护环境要求通风透气性非常的好 而且不能够强光直射 把它放在一个有散色光的地方或者光线明亮的地方就可以了 第二点要把握好浇水 在鸭掌木的快速生长期我们浇水可以采用渐干渐湿的方法 也就是盆土干到两三分我们再给它浇透水 那么其他时间我们采用干透浇透的方式就可以了 第三点就是施肥 鸭掌木它是属于一种官业植物 所以呢不需要过多的淋肥 用肥主要是以淡甲肥为主 像我常用的就是这种花卉通用控制肥 它是以淡甲为主 它淡淋甲比例是18比9比18 给它在盆里撒一勺就能顶用三个月 养鸭掌木注意好则三点养好养旺就容易多了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